男主凭空建造了一个国家 随后他还当上了总统 他是怎么办到的 这竟然还是真人真事 玫瑰岛的不可思议的历史 他究竟有多不可思议 我来说给你听 这个男人约了一群朋友喝大酒 恰巧女友过来查岗 因为这事他们争吵起来 别以为造了几个破铜烂铁 就当自己是天才了 你只是活在自己世界中的小丑罢了 这些话深深刺痛男人的内心 临别时 他还是提出开车送女友回家 女友一愣 他都不知道男人什么时候有的车 上车后发现 这车竟然是他自己造的 刚喝完酒就开车上路 一定会出事 果不其然 被警察拦在半路 最后查出酒驾 锒铛入狱 出来后他曾找女友道歉 迎接他的又是一顿嘲讽和无情的分手 现在不光女友抛弃了他 就连和父母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痕 此时的政府极度不开化 社会迂腐又沉闷 还年轻的王哥 渐渐对生活和政府忍无可忍 于是他有了一个疯狂的念头 他要建一个属于革命者和被驱逐者的理想国度 想法虽然比较疯狂 但这并不是妄想 从技术上来说 王哥的确能做到 他是专门从事海上建设的工程师 曾获得过多项专利 对人工岛屿的建造颇有心得 第一个问题来了 这国建在哪 里米尼海岸12公里外 就是绝佳的好地方 于是王哥找到造船厂的好朋友 没想到两人一拍即合 在海面上搭建一个平台 需要若干个巨大的支柱 那么问题又来了 运输怎么解决 钢铁要是能像木头一样 飘在海面上就好了 刚说完 眼前出现一艘货轮 于是一个伟大的计划诞生了 先用中空的钢铁解决运输问题 等到了指定地点 打开它的一侧 柱子就会沉下去 想到这儿 他们马上付诸行动 他们找来一群工人 造了九根空心柱 往柱子里放上钢筋插入海床 再用水泥填充 防止柱子被腐蚀 就这样一个寄连架 又坚固的海上基地出现了 平台建成的当天 他决定在这里过夜 当晚平静的海面波涛汹涌 那是大自然的威力 来自灵魂深处的恐惧 伴随着暴风雨的夜晚 小岛竟迎来了第一个居民 一个在海上漂泊数月的电焊工 接着他们在平台上建了房屋 楼梯和定泊点 很快他们的事迹就传到了岸上 这个男人拖地时听说 有几个疯子居然在海上建了一座小岛 他本是一名海军 但第一眼看到海滩的时候 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海滩派对狂热粉 某天夜里逃出军营 却成了当地最伟大的公关代表 在战争结束之后 又被控告逃离军队 被抹除了国籍 他第一时间来到这里 于是他起了一个浪漫的名字 玫瑰岛 经过他的公关能力 加上报纸的宣传 玫瑰岛很快被人们熟知 成为了年轻人追捧的度假圣地 每天都有很多人慕名而来 在岛上狂欢 岛上也逐渐有了餐馆 酒吧 邮局等设施 知名度越来越高 人也越来越多 终于把前女友吸引过来了 她是唯一一个上过二楼的女人 王哥为了证明他过得还不错 激动地介绍着这个代表年轻自由的地方 他知道他早晚会来 女友抱着一切幻想来到这里 却看到一个蹦迪的场所 仅此而已 于是转身离开 他要结婚了 王哥知道这一切绝不是他真正想要的 于是1967年 玫瑰岛宣布独立 王哥担任总统 另外三人分别是财务部长 内务部长和外交部长 他们还专门为此成立了一个理事会 玫瑰岛的官方语言叫世界语 国旗是三朵玫瑰的图案 官方的货币叫做mail 那一年 世界正经历着战争 抗议和布拉格之春 年轻人们渴望自由 平等和不受约束 人们一波波前来 与总统大人开怀畅聊 感受乌托邦的美好 知名度高到 走在路上都会被人认出来 那段时间 从玫瑰岛寄来的信 象征着浪漫 可惜好景不长 这件事惊动了联合国 随着越来越多的公民意图脱离本国国籍 加入玫瑰岛 这里很快被政府视为眼中钉 肉中刺 政府将王哥的独立行为 扭曲成他逃脱国税的铁证 玫瑰岛也因此卷入政界的阴谋论中 左翼猜测 玫瑰岛的存在是为了给苏联的核潜艇提供掩护 右翼则担心 王哥是为了破坏整个政局的稳定 很快 岛上来了两名不速之客 以两个海滩俱乐部和三代不愁吃穿的名义 交换玫瑰岛伴随而来的就是纳入管控 但王哥没有轻易放弃 他们又从王哥身边的朋友下手 政府给出的条件那是相当诱人 他们将不再颠沛流离 每个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这一次他们动摇了 孤立无缘的王哥独自前往欧洲委员会寻求帮助 他在大厅里待了一个星期之后 委员会决定见他 紧急召开会议受理了此案 所有人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不论结果怎么样都将会载入史册 就在当天他接到了总理的电话 电话里他们谈论了自由 可所谓的自由还是有条件的 王哥无法接受条件和总理大吵起来 他成功惹怒了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 狂妄自大的他 也将看到这辈子最难忘的烟花 政府和玫瑰岛之间的决战一触即发 让无数群众驻足观望 媒体争先报道 曾被小岛洗礼过的人们也奔走相告 大批民众自发组织在一起 奔赴现场保护玫瑰岛 就连离他而去的前女友 此时也回心转意站到他的身边 他们手拉手站在岛上 以身体抵抗炮弹 绝不退后一步 无奈之下 政府只能派去几十名警卫 强制接管小岛 并驱逐了他们 随着一声巨响 玫瑰岛在大家眼前被炮弹炸毁 这场国家纷争 自此落下帷幕 许多年后 那些崇尚自由的人也许还记得 在距离黎米尼海岸12公里外的海上 有一个叫玫瑰岛的小小国度 里面的人曾怀抱着自由 做着关于乌托邦的梦 这里差点就诞生了世界上第二个梵蒂冈 可梦还是碎了 但那又怎样呢 至少他努力过 我是素素 喜欢的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